为照顾地方产业发展并活化历史建筑空间 玉西农会提出了玉里文化多元活动公园的规划构想 预计结合办公空间、展览大厅、互动交流区等 串联历史展示和活动广场要吸引人潮 玉里总督府是限定古迹 坐落在玉里镇中心,是玉里镇的文资宝藏 玉西农会提出了玉里文化多元活动公园的规划构想 预计结合办公空间、展览大厅、互动交流区等等的空间 串流历史展示与活动广场来吸引人潮 并且也希望与地方玉里镇公所贡商未来能合作 在设计规划后启动工程建设,让当地风华再现 希望是不是说把这个地方当成整个玉里 玉西农会甚至是玉里镇的一个农业的一个 可以让人家来这里找到以前的一些故事的这样的详细 我们的是希望这样的规划 就在玉西地区农会后方 有一栋百年历史的日式洋楼老建筑 因为少见的塔楼造型被证明称为玉里的总督府 从2006年登陆花莲历史建筑后 一直缺乏有效的管理 从2021年开始玉西地区农会针对老建筑的修缮 启动进一步的规划设计 积极地向文化部、花莲县政府文化局来争取经费 就是希望让老建筑再展风貌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